你也冲个澡吧 你谁怎么撑到我们家里了 土豪在国庆之际 为大家带来这部蔡国庆老师主演 讲述渣男被玩的 面具之祸不单行 国庆是一名成功的保险经理 他英俊潇洒独立自主 年轻有为有房有车 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友 但女友数次逼婚 他都不为所动 哪怕女友怀孕了 想要放子成婚 他都要求对方把孩子打掉 因为他始终认为 结婚是爱情坟墓 女友心想 既然你不想进坟墓 那我就先去坟里等你吧 于是跑到国庆公司对面的楼顶跳楼 吓得国庆干净大喊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还给你结婚 可是强扭的瓜不甜 答应结婚后的国庆 只能独自喝闷酒 难道我的浪漫青春 就融化在这种碌碌平庸之中吗 正在郁闷的时候 国庆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 油头哥 接着酒劲 国庆向油头哥大吐苦水 你知道做一个富二代 又事业有成 长得又英俊 还有美女哭着喊着要跟你结婚的痛苦吗 只有土豪才能体会我的苦 简直是无情无义的虽样 下班后 国庆宁愿加班 都不想回家面对女友 一个富二代是要卷死同事吗 终于熬到了深夜 可在回家的路上 国庆竟然碰见 有人光天画日画月 强强民语 国庆的车一靠近 犯罪分子就吓跑了 他赶紧上前询问 没想到对方竟是个美女 这有多漂亮呢 那是冯小刚导演 都为他大闹过警局的程度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国庆赶紧将美女 报去医院治疗 医生也适时送上助攻 小伙子 保护妻子的安全 是丈夫的第一责任 不要让你爱人 一个人夜里走路啊 听完这话 国庆脸上的表情 仿佛在说 这个可以有 美女醒来后 告诉国庆 她名叫小美 不但父母在别的城市 自己还是个单身 这诱人的条件 听得国庆眼睛都亮了 但是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 法律规定夜夫一妻 刚好一个夫人 一个妻子 从此国庆 就变成了西门庆 在家里 让未婚妻独守空房 天天借口工作很忙 而和小美如交似妻 未婚妻在家哭哭啼啼 面对长相出众 年轻活力的小美 国庆终于体验到了 前所未有的刺激 两人也很快 确立了情侣关系 可小美却始终 没和国庆 进行到没修没扫的那一步 这让国庆十分烦躁 回家后 面对未婚妻 让她上床休息的要求 她都不愿意 你烦人不烦人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 可惜纸 终究是包不住尿的 这天未婚妻前去购买母婴产品 终于在街上 翘遇到了逛街的国庆和小美 面对如此修罗场 国庆毫不惊慌 对未婚妻解释 小美是客户 她只是为了谈下保险 稍微出卖一下自己的色相 未婚妻十分操心 这样的客户还有几个 你受得了吗 好家伙 出轨不行 当有偿陪侍就可以嘛 而面对小美 国庆谎称 未婚妻是来找自己 借钱的前女友 小美居然十分善解人意 很轻易就相信了 小美不但善解人意 还十分聪慧 两人吃饭时 有骗子假装聋哑人 骗娶国庆同情 让她买话 被小美轻松使 普国庆不禁感慨 现在啊各种各样的骗子 真是太多了 像你这样的人 头脑简单 做什么事啊 都要多留个心眼 面对小美的关心 国庆十分感动 终于到了观众朋友们 爱看的那一天 这天国庆送小美回家 小美要求国庆上楼 国庆也 很兴奋 大哥 你车都没熄火 速度这么快吗 两人很快进入状态 小美对国庆说 你也冲个澡吧 国庆一裤衩子 都追不上自己的速度 冲进浴室 当她洗完澡后 整个屋子变得一片漆黑 可小美也不见了踪影 只有电视机还开着 就在国庆一片茫然 以为自己误闯平行宇宙 听着另一个自己唱歌的时候 灯亮了起来 你谁 你怎么传到我们家里了 面前的夫妻 号称这里是他们的房子 并拿出了房产证给国庆看 说国庆这是非法闯入 这位不是 吴站长夫人的房子你也敢闯 胆挺肥啊 被大哥压在身下的她 仿佛下一句就要蹦出 大哥 你说 你好大 好 好大的力气 夫妻俩说 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小美 而小美也早已人间蒸发 此时她才慢慢回过味来 她赶紧查看窗外 发现自己的车也不见了 开车没开成 车还被人开走了 干一下 国庆就晕了过去 等国庆清醒过来 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她 吴站长夫人的老公声称 屋里本来放着的十万块钱也不见了 眼看人家已经报警 还是吴太太清醒 我们把她往警察局一送 那法院啊 最多盼她顿个十年八年的 可我们被偷的钱呢 她是一分见不着啊 我看啊 咱不如让她拿出十万块钱来 私底下了掉 国庆这么聪明 一下就明白过来了 这十万不能给 我现在只有八万 我看她也怪可怜的 八万就八万吧 这时警员也来到了现场 但还是被夫妻俩 以误会为由请了回去 获得一线升级的国庆 赶紧去银行提钱 却被银行告知只能提五万 就在国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之前偶遇的老同学由头哥 碰巧来到了银行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由头哥非常仗义的表示 可以给国庆借三万 可吴太太表示 你干脆好人当到底 直接借五万 刚好把欠的十万补全 我明天一起还给你 看到这儿 我富有智慧的观众都能看出 小美 吴镇长夫人夫妇 警员都是由头哥为国庆做的局 毕竟人家小美还是善意的提醒过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简单 做什么事啊 都要多留个心眼 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好不容易被放走的国庆 回家却迎来更大的恶耗 未婚妻由于长期无人照顾 台中的孩子也流产了 接种而来的打击 终于让这个天之骄子崩溃了 他留下一说万念俱灰的来到楼顶 下定决心轻生 这是未婚妻及时赶到 他能劝助心意已决的国庆吗 让我一切从头开始 抱一体了 给台阶就下呀 下得还这么快 两人和好如初 开启了生活新的篇章 What the f*** 你俩太般配了 一定要锁死 找对象 一定不能找这种寻死灭活的 如果没有学会爱自己 怎么可能会爱别人呢 那不是爱情 而是战有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